請問一件事喔 這個剛才講許修睿倒戈的問題 我很坦白講一句話早就倒了啦 什麼意思 要公開還是還是要公開倒 還是私底下倒的問題 其實公不公開已經倒了啦 然後余邦彥 余邦彥當然他是跟許修睿 他們是一起搭檔的嘛 不要忘記一件事 2018年的時候 許修睿跟余邦彥都是五黨籍當選的 不是國民黨當選 余邦彥這一次登記的時候 還是登記五黨籍喔 並沒有用國民黨登記喔 然後最有趣的是 我們都知道一件事嘛 謝文靜2018年選市長 選市長他原本是議長 他在議會裡面最大的力量 就叫做新民意問政團體 許修睿跟余邦彥都是那個團體出身 那這次他 謝文靜是挺高雯安 所以他們之間其實都有背後裡面都有脈絡上面去可以聯繫的 不是藍歸藍綠歸綠的這個問題 當然你就看到了說 剛才特別談到說議會議會做民調要提要提那個林根人 那許修睿議會他們為什麼要做民調提林根人這麼早就做 其實就是為了擋這個穿紅衣服的 立委政政權就是為了要趕快擋住他 擋住他所以推薦名單叫做 但是沒有想到我們看到的這一張畫面是工程師的他是PoG的 籃球聯盟裡面工程師隊的一個開幕戰 你看到了楊文科又跟高鴻安兩個人還站中間 基本上這兩個中四個人的話這兩個已經叫西位了 兩個人旁邊就是政政權跟林維州林維州在選竹北市市長 一夫這個畫面理論上如果站在打仗敬畏分明的角度來看 高鴻安那個位置他們是不是就應該把林根人抓去 就是如果要是他們是同一掛的時候 當然就應該是這種場合 當然你在運動場合不宜去做一些政治的 可是大家可以一起喊加油是可以吧 你幫工程師加油跟你幫那個加油誰管你 結果這個畫面擺一個高鴻安 其實這張畫面出來以後 那個意味大家覺得感覺非常非常明顯 很明顯 然後余鴻安當然余鴻安是直接坐在台下啦 公開宣告了嘛 那林根人不斷的在造勢 但是你最近看到造勢場合沒有看到許修睿 沒有看到靖總 沒有看到靖總的主任委員 那我們回過來再看他的人 當然我們之前就一直講氣寶的過程當中 第一時間是各自看看你支持誰啊或是誰比較好移動 那之前我們都一直談到最怕的是最後是板塊移動 那議員的出來 藍營的議員出來去挺高鴻安的話就代表已經開始要走向板塊移動 可能帶著樁腳就整個移動 可能會造成板塊移動的效應 板塊移動的效應 這也是大家為什麼在乎里長有多少 對 因為里長其實大家都知道是最大的 卡卡嘛 所以大家都在那些里長 所以里長出現多少 大家會去算 當然有他的意義在 剛才不是說嗎 那里長是跟余鴻彥 這件討論出來的嗎 那意思就是說你逐漸的已經是走向於不是一般 我們說的民眾自發性的氣寶 而是走向一個板塊的氣寶狀態 那我們看到禮拜六 禮拜六是韓國瑜跟朱立倫帶著林根人去掃街 那你剛才光秦特別談到的是有一個縣黨部主委的一個文後面說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那一個正式跑出來的時候說是禮拜五 但地方上面說已經傳了兩三天 好 那誰打電話給韓國瑜說 說了一堆話 要韓國瑜取消了禮拜六去新竹的計畫 韓國瑜結果去了 沒有 禮拜六禮禮拜五的時候禮拜五的時候是取消 禮拜五韓國瑜那一邊是把禮拜六的行程取消了 那中間就有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是誰打電話跟韓國瑜談了半天希望韓國瑜不要去的 不是林根人喔 誰是我們剛才點過名的人 我們就點了這麼幾個人 就剛才點過名的人 既然是要韓國瑜不要下去幫林根人 那後面是林根人 林根人後面的說法就說取消了是場地沒借到怎麼樣等等理由 就是說為什麼取消韓國瑜為什麼取消 後面是林根人不斷的又在拜託韓國瑜 然後剛好朱立倫也在跟林根人在談上車拜票的這個事情 那談著就抓到一起去了 就韓國瑜一起去了 林根人拜託 其實說掏空他不只是在製造板塊移動 連人家找來的聲援都被擋掉 都被擋掉都被擋掉 所以新竹市這一戰 坦白說一句話看的是什麼 板塊移動的背後是什麼目的 民眾黨在新竹市提了七名的議員 估計大家的看法平均的看法 大概會拿到差不多他們提名的半數形式 國民黨未來能不能在議會單獨過半 沒有把握 所以議會上的一些合眾連橫的過程 提前反應在市場選舉這一個上面 所以他整個林根人面臨的狀態 已經不是單純的市場選舉 而是議會裡面未來的利益 是糾葛在一起裡面討論的 所以林根人面臨的局勢 其實說實在吧 對他是在藍衣裡面是 大家在講未來利益的時候 對他是非常不利的 Ok 毅夫 你剛剛講打電話給韓國瑜叫他不要來 你不用回答 那是許修睿嗎 好 沒有關係 ok 那大家都知道答案是誰 那可是到底覺得是不是真的會倒閣 帶槍投靠這些 以他自己最後出來講的這些所有的為準 那到底會不會是這樣 這一局真的會往下走 但蕭雄對你們來講的話 看到這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傻眼 這一局現在是怎麼樣 因為你看沈慧勇就直接講 這根本就是一個所謂的利益節啊 或什麼 可是對你看藍白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 只要把綠營拉下來 所謂下降民進黨 連諸位有人都這樣講 真的就是他們最大愛心目標嗎 現在選戰勝四天上個禮拜上上禮拜什麼助理們 有沒有什麼助理費 甚至有沒有什麼這些東西 現在都已經不是重點了嗎 雖然我自己是政治人物 不過坦白講政治真可怕 隨時會變 那真的你說這個政府議長 他自己有沒有為了大局 我沒有把他講那麼高尚 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那過去以來 當然林志堅當市長的時候 當然不同黨嘛 過去以來林志堅 也標榜一個比較新的政治 那對於這個傳統的政策論來講 當然就沒有油水 好好去做 至少他爭取地方定設 他不是優先順序 所以這個部分 他當然希望說要自己人 來做市場比較好 那如果從林根人目前的現況來看的話 那到底是一開始就打算要打假球 我不認為啦 因為他們的確還是想要贏 因為如果一開始就打 他就不應該丟助理費 那些因為那些事情 說實話對公反來說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一些影響 只是後來大家不知道 旁邊東拉西拉 叫你不要往下走 應該這麼說 本來一開始打林根人打的傳統 是方式很傳統 但是他的選區是香山區 香山區過去大概是新竹裡面 稍微比較綠的地方 而且還是林志堅的故鄉 所以他們過去來這個地方 大家民進黨就覺得票是很不錯的 但如果你派一個香山區出身的議員 來參選市長 的確你可以破玉穎的選票 我覺得策略上是某程度 是對的啦 是對的 不過我最後發現說林根人好像沒有辦法 在那麼高度的 全國性的政治議題做反應 那其實我得到的訊息是 其實他們國民黨有派了一組人去幫忙 所以後來你看到他練了稿子 他做了公關處理 的確確都是有專業人士在做操盤 因為黨中央已經看不下去了 對 覺得應該要有人進出 就直接下一組 對 所以當時這個所謂高宏安的助理費 其實某個程度 應該就是他們所操作出來 他們認為你應該有議題 在全國性議題上面 你不能輸給高宏安 不可以輸給沈慧紅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他們操作起來 後來發現這操作出來 到底得力是自己 還是不是自己 那現在很多傳統政治人物在看 政府理想要看說 林根人沒有機會了 那繼續讓沈慧紅當 他就延續過去林之間的脈絡 我一定沒辦法去討得任何地方利益 那怎麼辦 我支持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正需要我們好好支持他 他一定會擁權以暴 但過去看到他的助理費等等 好像看起來外表很不錯 那拜訓期內也有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說 目前看起來整個局勢 未來有沒有可能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那他們發展就兩塊 一個就地方利益的結合 另外一塊就是說 下架民進黨 這就是一個仇恨子的操作 如果要下架民進黨 那到底要怎麼做處理 另外我想反過來 剛才有幾位來賓講到說 最重要態度其實朱立倫 主席理論案來講 他如果要搞林根 還要訴諭他的威望 因為大家知道 當時許秀勒不只是主任委員 他是黨部主委 當時他還跟朱立倫嗆一下說 一定要提名林根人 現在變化了 變化之後 現在到底誰要算誰的帳 是朱立倫跟這個許秀勒講說 我跟你講早知道他不行了啦 或會怎麼樣 那理論上如果黨主席要訴諭黨內的威望 這兩個人國民黨黨籍應該要開除啊 表示說我立體林根人看起來沒有 所以看起來他就是要照這個脈絡 慢慢的反正下架民進黨變成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很危險喔 就像那個易福哥剛才提到的 未來在整個選票的重疊性上面 有可能民眾黨跟國民黨徹底重疊 那未來誰吃掉誰還不曉得 所以我覺得在國民黨內部要做一些覺醒 因為現在對你們來講的話 在很多的地方只要是民進黨下架民進黨 只要做到這些事情 就算國民黨的順利嘛 成功不必在乎 那選上的那個人到底是我們的黨籍 或是另外一個黨籍 不重要 只要不是民進黨籍就好 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說的 主席還是說尊重考機會處理 只是說選選選黨考機會沒有時間 黨主席要有立場 有有 他說尊重考機會讓考機會處理 因為黨主席一定要有立場 主席要幫忙下去陪掃機 趕快處理要幹嘛 比如說這個這個大概只有新竹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新竹一下子這樣 本來高宏安是算是穩定 大家都覺得他是穩定領先 然後經過這個助理費的時候 才變成這個某些這個 我們地方的政府議長的這種資源 變得的聲援 變得重要 剛才趙雄說 他覺得你們包括沈惠宏 也這樣批評說會有這樣 完全是因為利益結合 甚或是地方的利益 民進黨當然必須要這樣批評 民進黨當然不希望國民黨來支持高宏安 這樣的話就高宏安就會獲勝 這當然是民進黨所不樂見 所以民進黨當然希望大家繼續把 我們是希望我們自己的候選人當選 我們沒有希望誰落選 你們當選就別人落選 那如果你們希望民進黨 如果你們希望民進黨再強一點 藍軍的票不要留到高宏安那裡去 不過看這個局勢往下 如果以今天這樣往下分析的話 大概會會反過來 你那時候會希望桑卡都就是一個正三角最好 當然是 這樣沈惠宏才有機會上 我們要來購入